经典工作剧《后宫振嬛传》 在2011年播出时掀起超高讨论度 也捧红剧中不少演员 而12年过去 该剧依旧是观众们时常回顾的电视剧 而近月网上就传出 《振嬛传》其实有94集的完整版 且将全部播出 而《肖希拉运》则是饰演果军王的李东雪 日前在一场活动上提到 如果《振嬛传》 要出93集的话 能解释很多网友的问题 这是个巨大的惊喜 因此许多网友纷纷猜测 是否要播出完整版了 相当期待 不过《振嬛传》官方之后 火速发文澄清谣言 文中开玩笑写下 咦小黄我怎么不知道 今天也不是原集啊 直接粉碎了粉丝的期待 让不少粉丝留言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扫兴 这12年的时光 终究是我错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